杀猪盘大家都听过 那么亚马逊也有杀猪盘 你们知道吗 我直播也说过几次 今天还是想视频分享一下 避免大家上当 直接说一种数据啊 如果一款新品三个月内新上的 一个月三百单以上的 现在评论一百个以下 各个数据都是表现优秀 做的人极少 如果是你看到的这些数据 你会不会觉得你是第一波发现的人 你就会去查专利 没有国外专利 我想没有太多经验的你 一定会心动 你肯定会想着我要上他 发他 推他 这就是我们很多新手 小白卖家的选品之道 利用各种选品软件 来进行这样所谓的大数据选品 OK 重点来了 数据本身不会说谎 但是数据说谎的人需要数据 我如果手里做了一款 有专利的产品 或者短期内 只有我才拥有的一款产品 你别管我是工厂 还是谁 管理市场是否真的有需求 我随便用几个亚马逊账号 上上去 利用你们想要的数据 人为的制造火爆的假象 老卖家都知道只要花一点点钱 刷一点销量 搞点排名 不要太简单 成本其实也不多的 我的目的就是让你选品软件 爬到我的完美数据就行了 我能看到软件爬学到了 那么你们就能看到了 但是这两年 近来这么多新卖家 大把用选品软件来选品的 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去1688进货 重点来了 1688卖类产品的也全是我的店铺 或者我的分销商的店铺 然后不好意思 你找我拉货 没有现货 排期要半个月 一个月 就问你要不要 OK你不要 那下次排更长 那你就会紧张 哇太火了 你就肯定会想着赶紧订 我就让你们排期 先收款再说 等到第一波的人拿到货 发过去发现 怎么满瓶尽是黄金甲 哦后螺旋开始 情后开始 然后背后的我笑了 姐夫也跟着笑了 我不是说选品软件不好啊 但是你们不要太迷信 不然一不小心 可能就是套路啊 塞